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字经济扑面而来 机器带人加速推进 就业空间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竞争了158个新职业 其中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 97个数字职业新鲜出炉 那么这些新职业到底都在哪些领域大显身手呢 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眼前这个拥有40多年历史的厂房 属于一家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 为客户提供的是量身定制的机械臂 这也是这家企业2023年交付的第一笔订单 就是整体每一单要做检测 主要是第一是机器人的本体 然后第二的话这个系统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这个信号的判断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检测完了才可以出货 东莞市首席技师庄永春 现在他的新身份是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这是202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的新职业之一 定义为从事机器人结构控制感知技术 和集成机器人系统及产品研究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 实际上在这个职业领域 庄永春早已靠着用机器人解决折弯工艺的难题 而小有名气 在走访上下游公司的时候呢 很多的工厂都是有用到折弯的工艺 产品大的话是需要七八个人才能完成工作 除了出现疲劳之后有安全事故以外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会产生一些不良品 折弯是一种对平面板件进行折叠弯曲的工艺 电脑机箱冰箱电视机手机 这些市场上大量使用的产品都会使用到折弯工艺 庄永春拿出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团队反复进行测试 这怎么掉了 怎么回事 折弯机器人的话呢 难点是在抓着板筋 在做幅度去跟随的时候 产品跟机器人棋盘之间 它会脱落 这个技术呢 当时在国内外都没什么人去做 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 最终 庄永春成功研制出了折弯机器人 不仅满足了客户自动化生产的需求 而且陆续在全国十余个省市的六十多家企业 得到了运用 眼下 在庄永春所在的公司 一共有六位像他一样的机器人工程技术员 以前我们其实统成为叫技术员 或者叫工程师 对 或者叫助理工程师 对 都是 名字他新出来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叫不出来 以前是只要去现场去安装跟调试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工种分得比较清晰了 新职业的界定 让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 能够专心从事本职工作 而随着东莞制造业 向智能化转型升级 他们的工作也愈发繁忙 眼前这台一千吨大型冲压机 是这家五金厂2020年初购买的 虽然已经有六台机械臂 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李小宁 专程邀请庄永春来到生产车间 希望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李小宁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这一名称在2019年 正式出现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布的新职业名单中 它是指使用视觉器 操作面板等人机交互设备 及相关机械工具 对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系统 进行装配编程 调试 工艺参数更改 工装家具更换 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员 每日的工作就是 保证我们这边的接手 能够正常运行 然后保证生产能够顺利地生产 我们以前的 就手工编那个产品的话 一个小时大概是60、90个 用接手生产 一个小时能编180多个 这份貌似轻松的工作 是生产线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这些年 李晓宁所在的车间 机械手从十几台增加到96台 车间里的一线生产工人 从200号人减少到不到50人 但与之对应的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从三个人增加到了十个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的2022年 全国招聘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 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名列其中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到2025年 工业机器人的年销量将达到26万台 保有量达180万台 这意味着对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维护 调试 故障排除 以及系统集成等技术的相关工种 需求会越来越大 某大型线上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2年四季度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为员 操作员的招聘规模指数增长 超过2019年二季度 初次发布职位时的三倍多 我也希望我们中国这个新工种 跟这个机器人有关的 新技能新工种 能够受到我们整个社会的重视跟尊重 对我们已经从业的人来讲 其实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我们可能是需要更多人 加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 告诉他们说 我们这个新职业新工种是很好的 是很有前景的 大家一起来吧 我们中国需要你 我们这个制造业需要你 来吧一起上 我是这样子吧 我负责找到对应的榜材 然后你 我们俩来装 对 数字赋能之下 机器换人的时代正在到来 由此催生出的新职业 不仅服务于生产线上的工业机器人 在这家位于广州市攀渔区的科技公司实验室里 三位95后工程师 正在按照自己设计的图纸抓紧搭建实验场景 来模拟在医院里送药的机器人 像我们刚刚在演示的那一个抓取的那小方块 它是代表着一种药品 我们的机器人是需要通过我们的需求去搬运这些药品去到那一个病房里面模拟这个过程 像送药机器人这样 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机器人被称为服务机器人 而曾尖锋和团队小伙伴就如同服务机器人的经纪人 从前期环境勘察 路线规划到中期的产品调试交付 再到后期的跟踪监测 每个环节都需要尽心尽责 保证机器人能够在更多场景中落地提供服务 根据2021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发布的职业分类大点 这个职业被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源 我觉得还比较酷 因为现在的话就服务机器人这些 在前面加了一个类型 我们又做一些测试功能 然后一些应用场景的开发 然后有可能又涉及到底层的算法 然后还有就是说接触到应用层 甚至客户的反馈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很多种 需要哪些相应的人员 总经理周树昌主要负责技术研发 在他看来 公司虽然已有30位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源 但依然满足不了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我看了一下HR给出的这个综合薪酬 还是可以适当地再提升一点的 在即将到来的春招中 公司计划再招聘至少8名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源 周树昌更是当场拍板 将这个岗位的底薪从5000涨到了7000 外加项目奖金 实际上2021年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源 作为新职业公布后 周树昌马上就在公司设立了这个岗位 但因为这个职业太新 招聘一直是个难题 校企合作成了周树昌招聘的重要来源 新年好 新年好 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就是周树昌的潜在人才库 学校自2018年开始设立了 服务机器人应用维护专业 分为高中起点的三年制高值班 和初中起点的五年制班 这两年陆续毕业的学生 初次就业月薪至少6000元以上 为了满足用人单位不断变化的需求 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课程也在不断更新中 就如果从新职业这个竞赛来看的话 它其实也会有物联网这一块的 大概有10%这样一个分级去检测 考量这方面的努力 你科学上课要上多久 这个内容 多少天 多少课时 像我们这个服务机身这个专业 全国都没有这个专业 我们的老师也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 因为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压力也来源 这份压力同样传导在了 九五后年轻教师宁清的身上 学通信工程专业的他 一进校就成为了服务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专业的班主任 为了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后 能够尽快适应新职业 他不断地给自己充电 那如果说你连老师都是 就是拿着以前的旧的教案 你教的是旧的知识 旧的技术 那可能是跟不上我们时代的一个发展 并且我们这个服务机器人行业 它是日行月异的 希望自己的专业知识够扎实 Chat GPT带火人工智能就业岗位 这个新职业让机器更懂人 让生活更智能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给人工智能吃数据 人才需求量高达30万 职业认证系统如何催生数字经济时代安全源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自从从事这个行业以后 我时常会带着慈爱的目光 看待身边的AI产品 身份核验 PASS机 这些人工智能产品 都是我用数据为养大的 我要为他们打造各种场景 见识各种各样的人类 感受从赤道到南极的温度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叫张翰林 我是人工智能训练师 2023年 人工智能 TRAD GPT 风头强劲 也带火了人工智能 就业岗位 早在2020年 人工智能训练师 就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走进了大众视野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给人工智能吃数据 告诉他这是方的 这是圆的 这是香蕉 这是苹果 这是红冰 这是蓝族 这是真的 这是假的 要生产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 需要由工程师设置好学习的方法和框架 但接下来还需要人工智能训练师 不断地提供给机器具体的案例和数据 才能让模型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 如今继校毕业的张翰林 因为这份新职业月薪已经超过了8000元 同学们来活了 来了一个紧急需求 这天张翰林和同事们 需要为一款下级机器人提供新的数据 这款机器的大脑 已通过大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自我训练 已达到大师级奇力水平 而为了与不同奇力水平的用户对弈 它的大脑里有100多个残局设定 和26个等级的奇力设定 对低手和高手有不同的对异路数 但真实的生活场景中 棋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光线环境 有些部位遮挡过曝或弱光 机器人的眼睛如何在复杂光剑下精准定位 这些都是过程中的技术挑战 因此大量的数据支持 是这款下级机器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我们主要是测试它在不同光线下对异 会不会说出现一些问题 拿个测光仪 现在是零没楼手看一下5.0 现在是4.1 4.1可以 就是先开始4.1的测吧 一般你们要测多少组 像这样一般几百几千组吧 基本上是要一个采集员要待一天 基于人工智能训练师们采集到的数据 工程师对这款下级机器人进行了又一次升级 每一代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然后每一次我们采完数据给那边工程师之后 都会慢慢改进它这些小毛病 每次见到它都是觉得它比以往更聪明 20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发布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指出 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 国内的供求比例为1比10 供需比例严重失衡 随着各式各样的人工智能产品走进生活 人工智能企业也需要大量的人工智能训练师 2021年深圳技师学院建立了人工智能专业 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技能人才 目前是有两届的招生 这两届招生的招生分数线 都是位于我们全校的专业前五名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 2021年的初次就业率是达到了98.7% 同时初次的一个就业薪资达到了5464 相对于广东省的高职院校的一个平均薪资 基本上是高出了近千元 当科技让生活变得越来越智能 另外一个新职业的兴起 正在为数字经济的安全融通监管等领域保驾护航 在上海松江的这家软件开发公司 技术总监魏杰正在进行无人驾驶情况下的抗攻击测试 这张带有密码属性的芯片卡成为测试的关键 别人不能从我的这张卡当中发出的信息里面获取到内容 并且也不能篡改我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环节 密码是采用特定变换的方法 对信息等进行加密保护安全认证的技术 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 密码也快速进入到千行百页 车联网中就隐藏着密码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有很多信息它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护的 那么避免会产生一些误解 或者导致整个这个信息被别人篡改 产生的一些意外的事故的发生 那么这时候也需要用我们的密码 去对这些信息进行保护 在数字世界中 密码不仅仅代表着支付登录 而是被广泛应用在政务 金融 医疗 交通等等场景中 关系到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 甚至在马路上的天网系统 也在用密码保护着视频信息 我们的这个密码技术 是会植入一个芯片到这个摄像机里面 让这个摄像机里面的这个 产生的这种视频信息得到保护 那么这些信息经过密码技术保护之后 让别人拿到了也看不懂 同时它里面的这些数据 就不能轻易被别人篡改掉 密码是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 而密码技术应用员 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安全员 2021年这一职业 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点 吸引了更多高学历的新生力量 孟如应届毕业博士生 密码技术研究与应用专业毕业的她 将要入职的是抗量子密码实验室 因为量子计算 它对目前使用的密码 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影响 那么导致的话 目前使用的一些非对称的密码 在量子计算时代就变得不安全了 就完全攻破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各传球各国家都在聚焦 研究下一代的 能够抵抗量子攻击的 这样的密码技术 传统的密码系统 是基于数学的原理 而量子密码技术 是基于物理学的光子 和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 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密码系统 基于量子力学不确定性 和不可克隆性这两大特点 量子密码技术被称为 牢不可破的密码系统 画面还正常吗 浦东新区秀岩西路 这间会议室里 正在进行一场 模拟黑客攻击网络视频会议 其中就用到了量子加密技术 做了那个量子密码加密的话 这边的话 就是如果说被黑客攻击之类的话 截取的视频 它是没法进行解码出来的 自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发布以来 我国商业密码产业取得快速发展 据相关专业机构测算 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百亿级 对密码技术应用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现阶段我国对密码人的需求量大致在30万左右 在这次数据化转型的提速升级 到2025年 我国密码人的需求将达到110万左右 会同了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内的头部企业 针对人社部密码技术应用员国标的一个应知应惠的要求 我们进行了多轮的调研评审 走访了大量的企业 最终也是在2021年的11月 获得了全国首个密码技术应用员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机构资格 截至2023年1月底 上海市商用密码行业协会 共开展三期密码技术应用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已有80人取得密码技术应用员终极四级证数 相关数据显示 从2012年到2021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实现了从11万亿元到45.5万亿元的跨越式增长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由21.6%提升到了39.8%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带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为创造就业岗位 创新就业形势带来了更多可能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应运而生 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 进入数字化行业乘风破浪 目前我国的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 我们也希望学校企业积极拓展专业发展空间 打通职务晋升通道 在数字化的世界里 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收获一份好职业 也助力我国数字经济的巨轮奋极前行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